房价姐姐攀升现在想买房得靠房贷帮忙 带您看到去年的统计数字 房贷足平均每人背的房贷压力大约是970万 相较于2022年来说多出了85.2万 专家分析如果房价持续飙涨 民众的购物能力没有明显的提升 只能透过更长时间的房贷来达到购物门槛 到时候房贷只会越背越重越还越久 那根据内政部的资料 房价上涨主要受到经济成长跟资金的充裕影响 2023年的内政部住宅价格指数 平均计涨幅来到了1.66% 相较于2022年平均计涨幅 2.07%来说其实已经趋缓了 不过看到人力银行发布的最新调查 其中上班族有33.4%名下有房 但是每个月需要缴的房贷金额平均是3万多元 占了月薪的72% 其实占比蛮高的 那全国的房价所得比来到了9.97倍的新高 等同于说你要不吃不喝将近10年 你才有可能买得起房 那这些人呢 有些人可能就会以房价所得比来去衡量说 房价是不是有合理 那就有资深的房仲分析了 其实这个想法在于精华地区并不适用 因为说房价越高的区域 来说的话购买的客群几乎都是资产阶级 往后要承接的人呢 同样也会是相同阶级的人 所以说如果总是看房价所得比 可能就会一直觉得房价并不合理 那另外呢也有房地产的专家来分享 其实很少人纯粹只用上班的收入来去买房 如果说你真的只靠上班族的一份薪水 存到头期管的人其实是少之又少